第1054集 3K党 这么看来 陈志和还不是幕后老板 这事儿就玩大了 现在可是谢家人在人家手里 投鼠忌器啊 这事儿要是不解决了 恐怕要想救回一个完整的谢家人 还真是有难度 你是说陈志和是和美国的公司合作的 莫小于问他 开始实施这样的 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他想自己干 三千万美元足够开一家工厂 或者找一家工厂代工了 现在他就指望着能把研究成果拿到 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呀 陈副总颓废的说道 老陈 你看看这里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鼓虫啊 你也不要给我装疯卖杀 你帮我把谢家人救回来 咱都能活 但如果谢家人死了 你就没活路了 另外告诉你 这玩意儿就像是你的肉一样 查不出来的 莫先生 我说过 我会好好配合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会再和陈志和在一起了 那就好 那你想个办法把我送到陈志和那里去吧 莫小于说的 莫小于还没说完 他的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的号码 莫小于一想 可能是鸿门的人有消息了 于是出了门去接电话 喂 你好 哪位 是莫先生吗 对 我是莫小于 有消息了 莫先生什么时候过来 莫小于知道 这是让莫小于去红颜那里去一趟 于是呢 说道 好 我马上过去 莫小于挂了电话 对摘位刚低声说道 你在这儿呢 看着这些人 我去唐人街一趟 看来是有消息了 摘位刚点点头 让莫小于小心点 自己则是进了陈副总的房间 搬了一把椅子 挪到了走廊上 这一下就可以把这些人都看住了 莫小于没想到问题如此复杂 等到了唐人街见了红颜之后 才明白自己把所有的问题 都想得太简单了 开始时 莫小于以为 就陈志和那几个人 就算加上几个地痞流氓 自己一样能让这些人死于非命 可现实并非如此 红颜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莫小于说道 不客气 倒是我们的人呢 效率低了点 根据你提供的消息来看 大体未知 我们找到了 但是呢 也有个新的问题啊 我得跟你说明一下 美国最大的黑帮 3K党 也加入到这件事里来了 这是最新的消息 红颜说道 莫小于眉头一皱 的确是如红颜所说 如果3K党加入进来 那这件事就彻底的复杂了 他没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绑架案 最后能演变成这个样子 那红颜的意思是 那红颜的意思是 3K党虽然娇横 但是这些年来跟我们鸿门也是相安无事 而且和日本的山口组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 可我担心呢 如果红门卷入到这件事里 恐怕江湖上就不太平了 红颜慢慢的说道 莫小于算是听明白红颜的话了 这意思就是 红门不能参与到这件事里来 莫小于点点头 说道 我懂红颜的意思 我也不想给门里添麻烦 只是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不但是没人可以帮我 就连趁手的家伙怕谁不好买啊 红门可以不出人 但是可以出武器吗 你要什么 一句话 我的人保证及时到货 怎么样 回去啊 告诉林侯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红颜最后表态道 没事了 红颜 我能理解 毕竟这是我的私事 但是我要谢谢门内的兄弟 可以帮我们找到他们在哪 红颜朝着房间里站着的一个人摆摆手 示意他把地图拿了过来 这是一份纽约市的城市地图 密密麻麻的建筑在地图上展示着 莫先生 通过我们的内线调查 你找的人很可能在这个地方 但是 在这栋废弃的烂尾楼哪个位置 我们查不到那么详细 所以 我们也只是能帮你到这儿了 红颜的一个手下说道 莫小鱼看了看地图的位置 然后打开手机 把这个位置拍下来 然后在手机地图上搜索这个位置 很快 实情地图就出现在了手机上 这个地方呢 的确是很难找 如果不是鸿门的人 莫小鱼就算找一年 也不见得能找到这个地方 周围啊 全都是高楼大厦 这座不高的大厦并不起眼 谢谢 红颜 谢谢您了 我回去准备一下再说 莫小鱼说道 好 一定要小心啊 有什么要求 直接给他打电话 刚刚就是他和你联系的 好吧 红颜说道 莫小鱼点点头告别了红颜 打车离开了唐人街 虽然并不顺路啊 但是莫小鱼还是让出租车司机绕路 去了这座废弃的大厦一趟 虽然没下车 但是莫小鱼在车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不是好人待的地方 流浪汉和一些警惕的毒品贩子 都集中到这个地方 可以说 进了这里 要想全身而退 怕是不简单啊 莫小鱼让出租车绕着大楼的街道 开了一圈 这才回到了酒店 翟维刚问道 哟 回来了 谈的怎么样 哎 很不乐观 哎 老陈怎么样了 莫小鱼看了看屋里问道 还可以 老实多了 刚刚还问你回来了没有 翟维刚说道 莫小鱼推门走了进去 看到陈副总沮丧的坐在沙发上 看到莫小鱼进来了 立刻站了起来 你要见我 莫小鱼含着脸坐到了沙发上 问道 啊 陈志和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问你在哪住着 我想 他肯定是想让人来绑架你啊 有可能是黑帮的人呢 陈副总认真地说道 那你怎么说他 莫小鱼点了一支烟问道 我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说 等查清楚了再告诉他 莫先生 我 该怎么说呀 老陈攻着腰 等待莫小鱼的吩咐 你就把我住的酒店告诉他 我在那儿等着他 莫小鱼不在乎的说道 哎呀 莫先生 这样会很危险的 你 万一有事 你是担心自己的命吧 啊 所以你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和位置 万一不小心办错了事 他可就是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 莫小鱼威胁道